好,我们这节课来看,来看一下请求,也叫request,大家会在这个request,也叫request,今天主要看请求的基础 如何获取用户提交的数据,两种方式,之前我们在讲路由的时候说过,对吧,一个get一个post,那么今天来详细的看一下这两种非常常用的方式 是吧,非常熟悉,这个是我们的代码库,是吧,up,下的http,下的routes里头,就是我们这个文件,那目前我们可以把没有用的暂时给它注视掉,是吧,也没有什么用,放到这里也是看着眼花,是吧,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给它注视掉,不需要,好,这个路由test我们还要用 我们试一下,比如说,返回一个值,就像返回一个task的,返回一个task的,我们试一下,这个是我们的首页,是吧,没有任何问题,task的,task的,没有问题,把它返回了一个task的,好 那我们想发送一个get请求,怎么发送呢,比如说我想test这里传一个,传个参,比如说,呃,传数,说是,呃,姓名,name,是吧,姓名等于什么呢,比如说叫,呃,王,花,花,是吧,那年龄等于多少呢, age,是吧,age,比如说等于一个40,是吧,回车,没有任何反应,为什么呢,数据到底传,传过去没有,因为你这里,数据传过去的没错,你这里根本没有指定数据要干嘛,是吧,所以它传了也是白传,因为这里根本就没有用到数据,那这个时候呢,我们就可以用,用一个,呃,我们可以返回什么呢,input,input里头有个get,是吧,get里头,大家可以使用, 一个,比如说,呃,name,呃,大家发现,这个值就和这个值完全相同,是吧,如果,如果大家在这里一敲,呃,说是age,那是什么呢,不是40,对吧,那当然还可以用一种方法,叫做,啊,request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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这个是一个比较常用的,是吧,哦,所有的, 用户输入的,所有输入,全都,全都打出,打印出来,是吧,所有输入,全,它会返回用户数,不管你是一个表单也好,你是post也好,你是get也好,你是表单也好,你是文件也好,你是其中,就是任何的,你是json形式的数据也好,它全部会给你打印出来,那这个时候我们只有这个,呃,这种文本数据,是吧,并没有,并没有文件,和一些二性质文件,所以它就只有两项,如果有文件的话,它也会打印出来,是吧, 那这个是一个get的请求,是吧,那get的请求,是这个样子的,那这里接收的一个方法,也用的是一个get,那我们如果要测试post呢,那我们这里怎么办,我们,我们可以另写一个路由,叫做post,然后test,那其实在我们这里没必要,我们直接可以改成any,是吧,任何形式的,它都接收,这样就行了吗,对吧,好,那我们接收的方法有了,那我们现在没有发送的方法, 怎么发送啊,我们不能在地址栏里去直接,发送post的请求,是吧,其实我们可以提交一张表单过去,是吧,好,那我们做一张表单,用post的方法给它提交过去,不就行了吗,对吧,那我们在这里,呃,另写一个路由吧,我们说这个路由叫什么呢,row,呃,get,是吧,这个是get,get什么呢,请求form,一旦请求form,返回一个什么呢,返回一个, view,是吧,返回一个view,叫form,咱们就叫form,简单一点,是吧,那这个案,那现在大家回忆一下,我们在view里是怎么讲的,它肯定是在那个resources下的views里头,创建一个文件,叫form.blade.php,是吧,好,下来看,resources,然后一个views里边,在这个地方可以直接去创建form,是吧, 好,就是说,创建一个文件,叫做form.blade.php,是吧,好,那这个地方我们其实可以直接写form,是吧,我们是比较懒的,是吧,直接写form,那这个action,我们要什么呢,就是说test,啊,test,然后里边给一个,把这个,呃,用一个容器给包起来吧,就是说label, label,label,label的什么呢,性,是吧,性,我们说input,input,然后,它的一个name,name,name,就是name,是吧,name是name,那值是什么呢,值就是用户输入的那个值,好,label, label,那这个叫年龄,那这个叫年龄,是吧,年龄,好,这是input,那它的name是什么呢,是h,是吧,name等于h,那我们还缺一个什么呢,提交,是吧,发什么,那类型等于什么呢,submit, 然后,我们说它的,呃,这个按钮上呢,写的什么呢,提交,提交,好,提交,我们试一下,form,回车,哎,它给我一个,呃,乱码,是吧,那我们知道,我们之前更改过这浏览器的一个编码,浏览器的编码是没有问题的,是吧, unicode,unicode,utf8,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文件的编码有问题,好,我们现在可以改一下,呃,一个,它的一个字符级,是吧,现在,几乎现在的这个编辑器,都会有更改字符级的这个,呃,一个功能吧,可以说, 这个最后是啥,提交,是吧,提交,好,这下就行了,那这里随便敲一个值,哎,回车,它就可以,哎,它可以提交,是吧,回车,注意,大家发现,这个问号,后头跟的这一串,和这个,和我们提交过去的是一样的,也就是说这张表单,事实上是以一种什么方式提交的, 它是一种,一种get方式提交的,那这个并不是我们想要的,我们要的是一种post方式,是吧,我们返回,然后刷新一下,我们随便提交点东西,是吧,好,提交,哎,它报了的错,它说token mismatch,和我们之前遇到的那个错误是一模一样的,是吧,我们知道之前我们是,我们是怎么解决的,我们之前就是用了一个input,是吧,type是什么呢,hidden,隐藏的是吧,那,name是什么呢,name叫, 下滑线token,是吧,告诉lerawell,token过来了,你看一下,对不对,是吧,那值是什么呢,value,值是,token,是吧,csrf token,那这下我们再试试,发行这页,哎,姓名,年龄,哎,这下就可以了,大家会发现,除了姓名和年龄,它还有一个值,叫token,是吧, 那这样一来,你看,上头的地址栏也是干净的,是吧,这样,这样一来,它这个post的请求是发送成功,是吧,那也就是说,大家可以看到,如果,我们,用一个request,all,它就会获取,所有的,用户输入的数据,不管它是一个get的请求,它是一个post的请求,它是个patch请求,put的请求, 我都不,它,它不会管,它全都会给你打印出来的